差不多经过了整整五到六年的等待 苹果的Vision Pro今天终于是到了 苹果它也是不紧不慢的用着UPS Saber 从上海运了两周运了过来 今天首发日拿到了Vision Pro 我们先来做一个比较简短的开箱 然后后期还会有别的视频 其实网上看大家很多人说Vision Pro的盒子很大 我这边放了张A4纸 可以看到它 Electric Paper但是其实它也没有比A4纸大多少 这是我第一次在评我的包装上看到可以拿下来的 这个Cardboard 这是第一次剪 但是可能是因为外包装版 Vision Pro 这盒子应该是这样子朝上 然后旁边有两个 灰镖 Vision Pro 摸起来是 呃有 就一点点质感 是没有凸起的 然后侧边两个 拉条 把它拉开 好了 到了 苹果最为引以为豪的 包裹的负压 能慢慢打开的 过程了 哦 这效果还真不错 这么大的一个盒子也很好的 维持了这个缓慢打开的速度 不愧是苹果 这Vision Pro放在这个盒子里面有点像 那时候Apple Watch 感觉像是一个非常精致的 产品给你呈现在面前 放在了这么一个 像浮空的 这么一个岛上 拿把这个拿来直接当视频的封面 我觉得都可以 做的非常的精致 他前面甚至还有这个 鼻梁的 这个凸起 看到的所有的都是纸质的 苹果这个包装应该也是100% 可回收的 先把Vision Pro拿出来 放在一边 看看配件有什么 配件应该是在这下面 是吧 左边先是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经典 然后 一个没有壳子的 布 这块布和凭我之前卖的很贵的那个 擦屏幕的布 大家都说是一样 但是 实际到手之后 手感是非常不一样的 这个布很软 非常非常的软 苹果之前那个布是有点硬的 而且不好用 我之前擦电脑 发现根本就擦不干净 你看这块布上面 标着Vision Pro 这一整个袋子里边 其实就是为了放着一块 Vision Pro的布 这个是 这个是面罩 这次Vision Pro 它有个非常奇怪的地方 就是每个人都得单独定制这个面罩 包括 整个头戴的大小和面罩的大小全部都是定制的 这就是有个非常尴尬的事情就是 呃 你没有办法 几乎没有办法把Vision Pro借给朋友用 它这边两个拉环 它是 哦是直接拉开的 这个开箱一次之后放回去就有点难了 把这个从这里面抽出来 这上面有说 这个是额外的来自有可能 W加 哦他好像给了两个面罩 这里面自带一个 然后他还给了一个更大号的 是这样吗 等我可以看一下 一本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难道是说明书 确实 凭我的说明书 这本说明书 可以看到 他的 缝 书缝是 坐在了很外面 所以 打开的时候其实是 打不全的 可以打开全 但是会把 这个书页给 压出横来 他作为一本书 绝对是不合格的 我在想 这本 这个苹果产品是不是可能是史上第一个我需要去看他的说明书来使用的产品啊 我先试试看不看 这个是苹果的第2个头戴 这个头戴呢发布会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发布的 我也其实不太想用这个头戴但是听说背身不很重 不用这个头戴不行 这头戴的包装我都不会拆 这边两边捏起来之后 这就拿下来了 好吧 还行 我这头戴好小啊 看着 他应该是可以调大小的 确实 可以 我们一会来试试看 哦 电池 我电池真的好大 这不是 10 13 这个大小差不多 厚度 真的就是两倍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无损拿出来 好多包装材料 旁边已经堆了一堆了 这里边总共有 1234 总共有6个触点 啊这边还能撕 我从从这边把它撕开 好的 这样就无损 但是抽出来之后 这张纸就放不回去了 之前凭我别的包装 这张纸都是可以贴回去的 这包装简直是变成了一字形包装 充电器 充电器的话 简单打开看一下吧 但是这个应该是苹果的标准 30瓦充电器 确实 30瓦的USB-C充电线 USB-C 到USB-C 跟iPhone上给的充电线是一样的 这边应该是一米长的 到了本体 Vision Pro 这边还是 两个搭环 现在凭我包装真的很喜欢用这种搭环啊 手机电脑全是这种搭环 这种搭环最大的问题是拆下来之后很难再放回去 好像就没有任何别的包装了 接下来就是 这个长相奇怪的面罩 我一开始以为这个面罩是要跟着他的那个 旅行包装一起一起买的 结果没想到苹果居然还送了一个 苹果说 拿起Vision Pro的时候不要拿着这个面罩 你看这个瓷吸的吸的非常非常的松 稍微手用一点力气才掉下来了 你看如果 真的去这样拿的话 是拿不起Vision Pro的 而且是 非常非常小的粒子 它就掉下来了 重量拿在手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但是苹果在Vision Pro上用了这么大的玻璃 和铝合金 没有用一些塑料材料去减重 还是比较让人感到惊讶的 可以看到 鼻拖这边用的是一种像 像布一样的材质 你看这个是软的 完全是软的 而这个 周围的这一圈呢 也是 也是像 它很奇怪的 里面感觉是 海绵 它里面感觉是海绵 然后 背后是 塑料的 然后塑料上有磁铁 然后表面这一圈 有点无仿布的那种感觉 就跟擦眼镜的眼镜布感觉的 差不多那种材质 把头带拿下来 橙色的 还是挺容易拿的 这个橙色拉环其实连着里面的一个铝合金小片 这个片就是一个卡口 在这个头带上可以看到一个M标 这就是这个头带的大小就是M 这里边 是一个更密的 一个布 布料的材质 在里面就是镜片的 周围两个音响 是 有点磨砂铝合金的这种感觉 再把头带戴回去 应该是 黄色朝内 扣上去 摁上去就可以了 换头带的话 应该也是同样的步骤 然后再把我的这个 面罩放回去 OK 这就是Vision Pro 然后 我买了官方的镜片 它马上就送到 我们等会再开箱镜片 这同时还能对比一下 Quest 3 就是 因为之前不是 简单测了一下Quest 3 可以看一下 它和Quest 3 明显感觉的重量是它更重 因为你看我Quest 3 一只手拿得起来 另一只手其实是不太拿得起来 还有个原因是 我这个手在拖着它的 面罩的时候 它面罩 这个面罩也是磁吸的 我才发现它也是磁吸的 它是根本拖不起来的 纯害本体的话 其实Quest 3也不过是 白色的这一条 很薄嘛 厚度倒是差不多 好像Vision Pro 不厚度真的差不多 因为Vision Pro前面还有这一块玻璃 它玻璃的弧度很好的让它 感觉 比较薄 看起来比较薄 但其实 加上玻璃 你看玻璃比如说这边一块 就眼睛突出来这一块 其实还是挺厚的 在Vision Pro 这个拿开的时候 这上面有一条非常非常小的字 我看上面写了什么 第3把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 苹果居然把它藏在了这个地方 还好就是刚才我发现 它Vision Pro上面的这条 这条散热口里面的鸡片也非常的好看 电池呢 呃 大家可能都知道它是3000多毫安时 35.9瓦时 然后呢 输出是13伏6A 68 也就是78瓦的输出 而它充电的功率只有 20伏3.3A 它充电其实是最高支持60瓦的输入的 但是它给的充电器只有30瓦 而它的输出是78瓦 因为我们知道M1 M2的功耗 可能就要 20瓦左右 可能 差不多 而且不知道它到底能跑在多高的功耗上 再加上它里面的RE芯片 然后里面两个 4K的 超过4K的 这个 mini OLED 前面还有个OLED 肉眼能看到的有12345678 又也能看到的只有8个摄像头 应该还有别的传感器 中间这个能看到一个应该是LIDAR 这周围圈全是传感器 这玻璃 这个手一抓的全是指纹 这没有办法 我相信Vision Pro的贴膜 可能已经有的卖了 我还是没有看过 有没有卖Vision Pro的贴膜 现在就来搜一下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苹果把这么重的一个电池 从设备里边拿出来 结果这个东西 还比Quest的重 它甚至比iPad的都要重 它这重的到底用在什么地方 30片 大玻璃 是吧 大玻璃30片 其实这个确实挺奇怪的 如果你把电池拿出来的 是不是应该 很轻才对 电池拿出来这件事情 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因为 这么重的东西拿出来是对的 而且 我本来是想 苹果会支持热插拔 因为一块电池不够用了 赶快 再拿一块便用电池插上去 结果后来发现 这个电池是不支持热插拔的 拔下来之后立马断电 要重启 而且Vision Pro 启动的时间要 接近一分钟 和iPhone iPad的启动时间差不多 30